我們看地底底 一單擺 就這個單擺 擺錘質量M擺長L 擺至最低點的時候 它的數率是V 擺錘最高點至最低點的高度差多少 擺到最高點的時候 它們的高度差是多少 首先我們看 我們看的話 這物體在這裡擺的時候它受了幾個力 保守力 有保守力 對吧 它有什麼 它有張力 在任何地方它有繩子張力 不過繩子張力有沒有提供 有沒有改變這個系統的能量 沒有 為什麼 張力不做工 為什麼 因為張力 跟什麼 跟瞬間的路徑垂直 張力有沒有 張力任何時刻 對這物體做的工都等於 也就是說 張力做的工 任何時刻做的工都等於 人體 所以變成 這系統只有保守力而已 沒有其他力 本來應該還有張力 但是張力做的工等於0 所以它力學能還是會守紅 首先在這裡 我就令這個地方 它的重力位能我令它等於0 因為我們剛剛講 你這個0位能我也是可以隨便你定 我令這裡的0位能等於0 所以這裡只有動能 2分之mv 跑到最高點的時候 它瞬間靜止 如果它不是靜止的話 它還可以繼續跑 那就不是最高點 動能加位能 mg h 所以h就算出來了 最高點h 這等到 2g分之mv 這樣就做出來